有个武汉的臭宝 宝莲灯养的不挖菜了 成老灯了 要嘎了 借给咱了 咱帮他救活一下 这位花友说什么呢 干枯 你得浇水 这个时候我一说 你得浇水 这个臭宝肯定又有话说了 老外你说的让控水 是我让你控水 让你少浇 不是说让你不浇 这不都断了 他这个就缺水 花友 你这个 你这个就缺水了 因为那花盆没毛病 花盆挺好的 这个土也没什么毛病 土也挺好的 感觉土也没问题 花盆也没问题 但你就养得有问题 这个怎么办 这个充饮给它种一下 老外说老阿姨 他这个能救活吗 他这个不好说 看状态的话 这边一边好像已经干了 试试吧 他这个宝莲灯啊 它是双脚杆属的 野牡丹科的 它也是木本的一个东西 这话我们在养护的时候 你不能说老花益说 爱让控水 也不是说不让你浇水 你干了也得浇 明白吗花益 你这个之前的时候 我看这个叶子状态 你看 它首先来说它是缺肥 你一点肥料没用过 第二个是呢 就是之前有过一次 这个水大的感觉 还有点冷 有点冷 这个宝莲灯是怕冷的 好吧 这个边缘的腐烂呢 是得了一些病悍 可能是之前积水恶的东西 后来你不敢浇水了 之前浇的水 后来你换了花盆里边了 这样那样了 是吧 应该是这么个道理吧 垫薄薄的一层 刚才垫的太厚了 下面再垫薄薄的一层头 再重新动 这个水还是要浇的 干了得浇 你不能一点水都不浇 老花益让你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没让你不浇 判断不了干丝 不是浇给过花益吗 你这不也有个筷子之类 你插到中间 插进去是吧 你定切的拔出来看看 不就知道了 这也不难 像这样重新种的话 咱们要给它加入一些杀菌药 还有生根叶 生根叶的话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顾名思义 刺激发根的 又用完一瓶 厄梅磷要来一些 如果说嫌厄梅磷贵的臭膀 你可以选用小黄二号 当然两个选一个 两个都有是最好 明白了吧 搅拌一下 浇水 这边水要给它浇透 花友 它这个太缺水了 要反复浇 给它浇透 花友老师问老阿姨保莲能怎么养 其实保莲能蛮好养的 对我来说 我觉得蛮简单 对吧 它这个现在已经给它种茄了 就保留了一个叶子 现在就等它看能不能再长起来 如果能长起来 精神起来 慢慢开始发芽了 咱们就要试肥 不能说一点肥料不给 关于植物的试肥就像人吃饭 人是一天三顿 植物是一个月三顿 好家伙呢 你那是整年的不试肥 那咋行啊 对不对 就跟人一样一令半个月不吃饭 那也不行 好了 听到这位花友的宝兰 能早日康复啊 这个花友用的什么都没毛病 就是这个水量跟肥量没把控好 我跟花友们说了 水很好把控 你擦到中间 对吧 你拔出来看筷子 筷子干了你就浇 你别等它干了 棒棒硬的时候再浇 你就看着 不是那么湿了 你就可以浇一点了 它用的盆土都很好 都比较排水透气 就是不敢浇水 不敢施肥 肥料该给的给 你像有话说 这样能给它施肥吗 你要是说 如果说是一个健康的话 咱们比方说用些缓施肥 是完全可以的 大概一盆花的 缓施肥要好一点缓施肥 大概用这么些就够了 撒到上面 也可以浅买也可以不买 对吧 一年左右用个两三次就够了 就满足它基本生长 然后让你现在容不用 现在没必要 它这个先长起来再说 我们生根叶里面有一定的肥 支撑它长起来了 明白了吗 好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要关注 我是老华一 养活最长一 白了丑不 嗨 嘿嘿 嘿嘿